我们两个人都是内蒙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去生活好一些 毕竟那边亲戚朋友都在那边 将来以后有孩子父母也帮人照应 他非要留在南京 所以这边发展好 他这个人性格就是绝 我俩永远达成不了共识 我来南京这几年 确实觉得比老家发展好 我考虑的是 未来孩子能得到更好的教育 我是不愿意回去的 他这个人就是不思信取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张先生26岁来自内蒙古厨师 有请张先生有请 王女士26岁来自内蒙古销售 来有请王女士有请 欢迎两位 这个现在是在南京生活是吧 对 但是都是从内蒙古去的 对 到南京几年了 到南京三年 三年 对 结婚几年啊 结婚一年 结婚一年 对 现在的冲突和矛盾是 要不要在南京定居是吧 对 你是想在南京定居是吧 对 你是反对对吧 对 好 说说吧 因为我们当时就是也是在老家嘛 有个朋友来南京了 然后他就在这边说让我们过去看看玩一玩嘛 然后我们当时就是也没迟工作 我就过来看看和他一起过来 来到南京以后呢 发现这边反正还是蛮好的 但是我没决定要在这边生活 在这边待了几天呢 然后就是他呢 就要在这边说是先找个工作嘛 因为我那边工作我还上班啊 他说在这边找个工作 就直言跟我这样说 然后呢他就找工作了 找了工作以后呢 就是过了一段时间呢 就是我们有个也是内蒙朋友嘛 他是又在南京这边周边呢 看了一个房子 当时呢就说 让我们过去一起看一看嘛 其实我说看看房子嘛 陪朋友一起过去 这个是很正常的 当时过去以后呢 我们朋友是买了一套房子 然后呢就定下来了 然后他呢当时跟我说 这边房子也好呀 各方面条件呀 他也没跟我说 以后的一个发展什么的 就当时就交了定金了 所以说我当时非常反对他这个 我说最起码买房子是吧 他也不是说买什么东西啊对吧 你最起码要和父母 和家人商量 而且我们来南京呢 也是来看一看 也没有说是 当时父母都不太知道知道了 所以说这个问题 我就和他就达成不了协议 其实就是 我当时是和朋友去的 然后是朋友他们买房子 然后我感觉房子特别抢手 到晚上的话他就没有了 必须提前的预订金 然后我就当时直接就付了 我就感觉既然来了 就来这定下来 年轻人应该出来闯荡 不想过那种安逸的生活 不想回老家 既然出来了 就想在外面打拼 那你要跟我说一下吧 对吧 提前要和我说一下 那当时是因为时间嘛 时间不要紧 我们要和家里人说 对吧 房子现在住上了吗 还没有 已经就是交了定金 只能说买了 买完了现在已经 房子 不是挺好嘛 买了就买了嘛 那他现在吵着要回内蒙古 要回老家 我是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父母和我的父母 都在内蒙 而且呢 南京到内蒙也是很远的 就是我想内蒙也挺好呀 而且父母在那边 将来我们以后有了孩子 对吧 还有父母呀 有亲戚朋友都在那边 这有什么不好的 他呢是就喜欢那种的爱闯 可是我是就是喜欢 在老家那边嘛 对吧 生活也是相当不错嘛 我工作也好 然后他呢 做销售 我们两个人一个月 也能赠个 他就是太过于安逸 我感觉他选择逃避 年轻人应该出来闯荡 他就感觉 总是要回老家 我们这节目 首先不是一辩论节目啊 其次是回内蒙也好 还是留在南京也好 可能我们的观察点 是夫妻之间的感情 究竟怎么样 如果夫妻之间的感情 特别好 没有出问题的话 我个人理解和相信 到底在哪发展 其实都不是个问题 因为他很容易达成一致 就协调掉了 所以你们俩 是不是在情感上面 有一些冲突和矛盾啊 对 我就感觉 他每次在朋友面前 不给我面子 就比如说有一次吧 他 有一次是因为我俩争吵 之后那天有点不愉快 然后朋友正好聚餐 晚上要 晚上要出去 然后他就 怎么着都不出去 一开始是说好的 要出去的 就感觉我很没面子 然后 我就跟他说通了 然后让他配合一下 出去了 但是一直甩着脸子 一直在那白脸子 其他的都是我朋友 我也没是朋友 对吧 因为朋友吃饭嘛 对吧 人家问我话 我也什么说 但是我也没感觉 我是白脸子 是你说了 但是你是 他就非要完美性性格 就说 哎呀朋友吃饭啊 你不给我面子 咱们竟然出来了 对吧 就跟我说这些 我说 这个也没什么 我感觉很正常 还有就是生活上面好多 就是比如说 决定一件事情 就是总是他就是决定了 就不够商量 他很强势是吧 对 你们家的事都是他做主啊 对 基本上他做主 就是我最后就妥协了嘛 我只能说随他 因为他这个人 就和我闹 最后我就没办法了 他跟你闹啊 对 他决定事情 你说我不答应 到最后他也 除了房子之外 他还决定过什么大事 你不答应 然后他跟你闹 你给我们举个例子 可以吗 别的 反正就是小事情 就结婚生孩子的事情 就因为结婚的时候 我是一直推着 我不是不想结 我只说晚一点结 因为每个人面临问题 都是说先谈恋爱 然后结婚 然后生孩子 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但是呢 结的早相当于 肯定家里面人催的 肯定是这样的 然后下一步 肯定面临生孩子 所以就不想结婚 我一直在推 什么本命年啊 或者怎么样的 找各种理由推的 然后没办法 直到去年就结了 所以你是不愿意结婚的 是这意思吗 对 我只是想往后推 并不是说不想跟他结 他老是误会 老是这样 但是我感觉就是 因为父母都让 催着去结婚呀 因为我俩出了 都三年了嘛 因为老家呢 父母都感觉说 是时间长的 也不是太好 就是说赶快去结吧 他就每次推托 就是今年 本来年 明年 反正这个 后年这个 反正就是不想结 我猜你是不是 挺想要孩子 我猜你家里 更想要孩子 是吧 父母 对 但是我猜你 肯定不太想要 对 因为就很耽误事情 我是一个 就感觉 就必须要有一份 自己的事业 事业比较稳定的时候 然后再 要孩子 感觉我俩同岁 然后晚两年 要孩子也没关系 你们俩之间都26嘛 对吧 对 然后 三十岁之前 要就可以 我就感觉 这样的一个想法 但是这个 我们老家会有 很多的说法 就是说 你这么大了 都不要孩子 那当时就不应该 这么早结婚呀 那往后推呀 那不是你催的吗 这俩人其实 想要的生活 是不一样的 你想要的生活 是这种打拼的生活 男人可能想要一个 更传统的 更安逸的一个环境 或者叫安全环境 里的生活 是吧 对 所以你们俩 谈了三年恋爱 怎么都没把这些事 掰着清楚 就结了 婚了我就特奇怪 包括女生 今天刚才说的 我挺震惊的 你要结婚 我没想结呀 你们逼着我结的 后来招呼了一句说 我还是要跟他结 其实这不重要 就是说 在结婚的态度上面 你是不太想结婚的 对不对 对 所以你们俩 这三年恋爱 是怎么谈的呢 我们以前是同事 然后一起认识的 就感觉他对我特别好 就每天送我上下班啊 还有就是很多的一些 平时的一些小事情 细节就感觉 你们是在南京认识的 还是说一起从内蒙古 到了南京 在内蒙古认识 之后来的南京 但来南京的时候 我是父母是不知道的 我没有和蒋派 他们担心 当时他来南京 父母都不知道 然后第三天 他姐姐打电话 他说在南京呢 然后他姐说 你要债不回来 我就报警了 那你们算是 私奔去的南京吗 还是就是朋友 搭伴去南京去玩 还有好几个老乡 我们一起来的 是一起来的 对 就是到了南京之后 等于女生的家里面 并不知道你们到南京了 那会儿老乡说 到南京是去玩啊 还是要找工作 因为我的老乡 他是在南京 就是工作嘛 蛮好的 他说你们也过来吧 他在那边发展特别好 然后我们过来看一看 所以我们还原回来 实际是这样的 一个老乡在南京 工作得不错 听了之后 点燃了这个女生 到外面去闯荡世界的心 对 然后他就跟男朋友说 我要走 你要不然跟我来 要不然你就留在这儿 是这样吗 对 当时 然后等于你是离了职 跟他去的南京 是这意思吗 对 因为他执意要去 我说这么远 对吧 一个人 你可以不去啊 我当时就是考虑到 我说去玩一玩 我也没想到说是去那边 好了 我看到他一个人 我说照顾一下 我那会儿来的时候 我也没想到说南京 以后是定居在哪里 没有确定过 但是来南京 发现外面的世界 特别美好 然后就在那猛的时候 就感觉到精力之八 那你要再去了个什么 北京啊 上海啊 广州啊 其实即使是南京周边的城市 你会觉得也挺美好的 你知道吗 这孩子真是 就总而言之 就这么来了是吧 对 所以这三年 你们自我评估 你们算在南京 待下来了吗 待住了吗 对 我感觉就是压力很大 他总是感觉压力比较大 我感觉有压力才会有动力 他这个人 就这样非常的厉害 就是 而且他完美性性格 就比如说我要去 和他逛街 对吧 本来是给我买衣服呢 他非要说他喜欢的衣服 你说给我穿嘛 对吧 而且他要是买得不合适 还跟我生气 对 就你不能有自己的想法 是个意思 对 我说我这件衣服 我就喜欢 然后他说 他不喜欢 我说这个东西 对吧 毕竟是我穿 然后我自己买衣服也不对 网上买也不对 我就是为他好 就感觉给他搭配的 然后就感觉 就会自我的认为 感觉我的眼光 会比他好一点 然后 是 我问一个问题 如果这次他就坚决 要回内蒙古 你怎么办 我还是选择留在南京 那就是两地分居 你接受两地分居的事实 我接受 你就不害怕你们这种 长期的夫妻之间的两地分居 最后导致你们婚姻 可能就没了吗 我还是选择在南京 即使失去这段婚姻 你也愿意捍卫你的想法 对吗 是这意思吧 我理解的对吗 对 好 我问你 你敢自己回内蒙古吗 你敢把这段婚姻放弃了吗 你输了 这事就是他输了吗 因为对这段婚姻 在这个关系里面 男生可能 我不是说女生不在意啊 至少男生在心理上 是更在意的 更怕失去的 那个心里更怕失去的 因为毕竟父母嘛 在那边 我说就是将来以后嘛 就感觉 他这个人就是 把父母接过来 然后孩子以后 现在接过来 毕竟不是太现实对吧 因为我们的生活 还没有稳定下来 我感觉打拼几年 然后对未来就是考虑 我估计在现实生活里 肯定是你赢了 但是你老用这种方式赢 你们的婚姻一定会出问题 所以你让老师 好好帮你们拆解拆解 婚姻当中出现的这些问题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问个正事 还有正事要问呢 你俩在南京那房子的钱 哪儿来的呀 买房子的钱 我父母出的 当时买了房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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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说分分钟 从银行取出来就有的钱 一定是东拼西凑来的 所以他一定要 不吝点赞 Buddhis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起来好像你是一个很能奋斗 并且愿意为自己的事业付出一切的 但其实不然啊 你之所以能够在南京买房 也得益于南方的家庭的资助 对不对 你试想一下 如果你的事业当中没有了南方 没有了南方的家庭 你事业能有吗 不可能的 我始终不相信说 你在爱情和事业当中 你会做一个单选 也不可能的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早就已经让他绝望了 因为实际在你们的相处当中 虽然都是以他的妥协 来推进你的事业的成长的话 其实你是看到了他的付出的 所以刚才主持人在问你 真是要婚姻或者是事业作为单选 你是眼睛立马就红了 你做不出这种单选的 而且也别给自己这种假象 换句话说 不要给对方强烈的还是说 我只选事业 所以还回到我们这个 现在你们的矛盾那个点上 在南京还是回内蒙 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们用什么一种方式 能够在一起 在一起之后 我们是先在南京待一段时间 然后再回内蒙 始终都是你们两个人的事 而不是你或者我的事情 明白吗 不要那么强势了 面上你是说 你不给我出这个钱 我就不结婚 其实不然 这给换一个人 给你更多的钱 你能跟他结婚吗 不可能的 以家庭幸福为前提的事业成功 那才是真正的成功呢 明白吗 你们设定同一个目标吧 好吗 就这样 谢谢 来 白老师 两位好 我觉得其实用两个 特别流行的首饰 能够特别好地去诠释 他们两个人状态 女孩就是有一个 摇滚的首饰 好像是这样吧 对吧 我觉得这个是女孩子 然后这个男孩的首饰 就是这个 小爱爱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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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的行为习惯时间一长就很难改变 我跟我老婆出去逛街永远是她走在前面的 她好像从来不怕我丢了 她从来不回头看 她就静止地走 左拐右拐 我有一次曾经尝试着躲起来 我看她会回头看嘛 谁知道她一次都没回头看 特别受打击的 然后我就找她训了她一顿 我说你怎么不回头看看 万一我走差了怎么办呢 她不管不顾的 因为已经形成了这种习惯 但是在事业上 是她跟着我走的 你知道走在前面的那个人 看到的是广阔的世界 而走在后面的那个人 只看得到背影 走在前面的那个人是需要勇敢 但是也需要无情 因为她老往后看的话 她沾了一点英雄气短和儿女情长 她就打拼不下事业 而跟在后面的那个人 心中有的只是牵挂 她的世界只有背影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都不是这样的人 你既不是走在前面那个非常勇敢 可以一往无前 抛掉所有的儿女情长 去创事业的人 她也不是一个只会低头看路 心中只有牵挂 愿意跟着你的背影 숙生女人 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命中的 小学生 参丐 决定 祖界 跟着 他对 我的 译 因为 是 晖 是 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你们俩坐下来商量共同在那儿生活 如果这次能商量下来了 未来其实好多事都特别好解决 你们自己看吧 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堂真情六十秒 感觉我有点冲动 有点任性 其实你应该好好考虑一下 毕竟当时来南京 就是你也能征求我的一个想法 所以说我总感觉我就是都听着你 其实我考虑到很多东西 可能你有时候你没想过这些问题 就是你的一个倔强 一个不管不顾的感觉 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 就是包括以后的一个生活 我当然有想过 我今天情绪有点不稳定 等冷静地考虑一下 所以我希望你以后就是不要 就是有时间 你就和我咱们商量 不要就是随着你的信息来 好了 时间到了 谢谢两位请回 请关门看看这对夫妻的选择 请开门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吧 来 这个送给你们啊 谢谢 谢谢啊